张学友演唱会破纪录 风继续吹一张国荣张学友将于4月20日起连续两个周末 共6日重回台北小聚丹举办学友经典世界演唱会 他一日在绍兴举办第147场演唱会 成功打破上次二分之一世纪的记录 由于一日是哥哥张国荣的忌日 张学友也在演唱会上演唱风继续吹表达思念 张学友在台上感性说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 开场前一直叫自己不要紧张 但一想到今天是破纪录的一天就很紧张 演唱完风继续吹后 更喊话 希望大家能记住张国荣 怀念好友的心情异于言表 肿磨了 兵棋部发福肉手现行狂飘 审卫39岁日本天后兵棋部过去红遍全亚洲 近年来却因吕爆出耍大牌传闻而人气下滑 去年他曾在节目上被拍到饱肥模样 近日他在直播上露面 身材似乎又肿了一大圈 引起网友讨论 兵棋部本月即将举办20周年纪念巡演 日前他特地在彩排时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只见他将长发绑成马尾 身穿黑色的短袖演唱会替旭入镜 露出肉感十足的手臂 脸蛋也比以往圆润 过于宽松的衣服让他的身形看起来更加臃肿 与他在IG所PO出的自拍照可说是判若两人 即将开唱身材状况却不佳 让粉丝怀疑是因举办演 唱会压力太大而变胖 也有人替偶像缓夹不解快满40岁了 过去因为爱漂亮什么都不敢吃 身材才会鲜瘦 现在他似乎想吃什么就吃 对变胖没那么在乎了 张学友演唱会破纪录 风继续吹一张国荣 张学友将于4月20日起连续两个周末 共6日重回台北小聚丹举办学友 经典世界演唱会 他一日在绍兴举办第147场演唱会 成功打破上次二分之一世纪的记录 由于一日是哥哥张国荣的忌日 张学友也在演唱会上演唱风继续吹表达思念 张学友在台上感性说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 开场前一直叫自己不要紧张 但一想到今天是破纪录的一天就很紧张 演唱完风继续吹后 更喊话 希望大家能记住张国荣 怀念好友的心情 异于言表 肿磨了 冰奇部发福肉手现行狂飘 省卫39岁日本天后冰奇部过去 红遍全亚洲 近年来却因吕爆出耍大牌传闻而人气下滑 去年他曾在节目上被拍到饱肥模样 近日他在直播上露面 身材似乎又肿了一大圈 引起网友讨论 冰奇部本月即将举办20周年纪念巡演 日前他特地在彩排时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只见他将长发绑成马尾 身穿黑色的短袖演唱会T恤入镜 露出肉感十足的手臂 脸蛋也比以往圆润 过于宽松的衣服让他的身形看起来更加臃肿 与他在IG所PO出的自拍照可说是判若两人 即将开唱身材状况却不佳 让粉丝怀疑是因举办演 唱会压力太大而变胖 也有人替偶像缓夹不解快满40岁了 过去因为爱漂亮什么都不敢吃 身材才会鲜瘦 现在他似乎想吃什么就吃 对变胖没那么在乎了 张学友演唱会破纪录 风继续吹一张国荣 张学友将于4月20日起连续两个周末 共6日重回台北小聚办 举办学友经典世界演唱会 他一日在绍兴举办第147场演唱会 成功打破上次二分之一世纪的记录 由于一日是哥哥张国荣的忌日 张学友也在演唱会上演唱风继续吹 表达思念 张学友在台上感性说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 开场前一直叫自己不要紧张 但一想到今天是破纪录的一天就很紧张 演唱完风继续吹后 更喊话 希望大家能记住张国荣 怀念好友的心情异于言表肿了了 兵棋部发福肉手现行狂飘 省卫39岁日本天后兵棋部过去红遍全亚洲 近年来却因吕爆出耍大牌传闻而人气下滑 去年他曾在节目上被拍到饱肥模样 近日他在直播上露面 身材似乎又肿了一大圈 引起网友讨论 兵棋部本月即将举办20周年纪念巡演 日前他特地在彩排时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只见他将长发绑成马尾 身穿黑色的短袖演唱会T恤入镜 露出肉感十足的手臂 脸蛋也比以往圆润 过于宽松的衣服让他的身形看起来更加臃肿 与他在IG所PO出的自拍照可说是判若两人 即将开唱身材状况却不佳 让粉丝怀疑是因举扮演 唱会压力太大而变胖 也有人替偶像缓夹不解快满40岁了 过去因为爱漂亮什么都不敢吃 身材才会鲜瘦 现在他似乎想吃什么就吃 对变胖没那么在乎了